我真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件东西真的是我宝宝顺手拿着玩的 我当时没有看到 再说了 这么便宜的东西 我犯得上偷它吗 这件物品在你车上 而且没有买单 按照我们超市的规定 要处以十倍以上的罚款 如果你不服气 你就打110吧 就为这么点小事情 我犯得上报警吗 那你就交罚款吧 我没偷东西 我凭什么交罚款呢 你这个人 你说没偷就没偷 我们系统都报警了 我们是有证据的 你没有证据说出你没偷 你们超市不是都有摄像头吗 你可以把视频调出来 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拿这件东西 我今天绝对不能交这个罚款 我要是交了罚款 我就是认偷了 我不认 我没偷 你不认 这事处理不完 我们是不会让你走的 好吧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是你们这家超市 某个商品的供应商 咱们整个城市 好多的超市 都是我来供应的 你说以我这样的身份 我犯得上 去偷这样一草短裤吗 我宝宝拿了你们的东西 我没有注银 那是我的责任 但是你们绝对不能把这件事情 定义为偷窃啊 你们做保安 应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应该很清楚 什么样的人是会偷东西的 而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误会的 如果你要是建设这种态度 那我只好报警 建议女士 我相信你 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你可以走了 谢谢你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冯大哥 没事 你走吧 谢谢你啊 宝宝我们可以走了 我们走了啊 宝宝 谢谢 谢谢你啊 我们认识吗 你忘了 上次在你们超市 我宝宝拿了一条短裤 你们宝宝说我特有多写的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上次那个事情真的特别感谢你 一点小事 合宿挂齿 对我来说 那个不是小事 这关系到我的人格和经验 这是我的名片 我没有名片 没关系 你拿着我的就可以了 你来买东西 不是啊 我是供货商 我是来看看东西的 那 那赶快忙吧 那行 那我就先忙了 好 再见 再见 去完 真是个打包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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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 我的名片还真是没摆给你啊 还记着我姓什么了 是 连名字都记住了 你坐 你倒啥 你别倒水了 你现在还有事吗 现在没什么事了 是这样 我刚刚忙完 正好到中午了 我想请你吃个饭 可以吗 我请你吧 那不行 我这次主要是来感谢 你上次对我的信任 那好吧 恭敬 这次是什么事了 是的 我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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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真没事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想说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我告诉你 就这个工作关系 翻手机给我 看什么呀 你管我看什么呢 看短信吧 对 就是 看吧 怎么样 都是在谈工作吧 刚才最后一条 别点瞎吃 我自这看着呢 你是不是把那些不想让我看的全都给删了呀 都 你说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有点病了啊 你是不是就想让我们俩有点什么关系呀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他那么有钱 他干嘛要看上你呀 他干嘛要跟你合作呀 人家干嘛要看上我 是因为看上我的能力 你们全家瞧不起我 还不允许别人瞧得起我呀 你看你的态度 你这态度就是瞧不起我 我没瞧不起你 你就是瞧不起我 你仔细想一想 人家吴美娇 承认了我的能力 你就马上提出怀疑 你这不就是瞧不起我吗 咱别说 过去 你口口声声说过 我们家冯海 那是有能力 没有机会 我现在机会来了 你开始就怀疑到我的能力